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你说佛的心印吗 佛的心印有了你的指在哪里 你只能用这个印就是虚弦的 印不到你 不是说压分别一时 不是说你一个人自己住个毛棚会压分别念 你就等于是见到了 你就菩提日长了 所以《六祖坛经》里面有好多个这样的典故 一个人都会送法华经呢 他送三千步跟我师父送三千步 不可同日而已 一个开悟的人送三千步 那还了得 没有开悟的人送三千步 只增加我职而已 这个座不是随便那个的 在佛教的历史上 至少是发了菩提心的 发了菩提心 对这个圣意的菩提 要能够提振 所谓的明心见性 才能够提这个咒语啊 佛则为什么一讲 《欧巴尼别灭后》 释迦牟尼佛 他要去求你 因为这是一个心印啊 每一个尊佛都有他自己的心印啊 一个大菩萨要修百千三昧 有了证见 这个时候还有境界的 那个时候就需要如来的硬去硬 硬持 不硬持的话 三昧现前往往是岔路很多 所以需要如来心印的硬持 我们现在一开口就念个咒 比如说不好意思 一边念一边不好意思 在正法时代不可能的 我们轻易让你听到一句咒语 怎么可能 一个师父教徒弟教你一个咒语 后来你这一辈子就可以一的了圣托诗 足够有的 足够有的 虽然禅中有一句话说 只问见地不问行旅 那是对有境界的来说 不是对没境界的来说 有境地必然有境界 只不过境界现前的时候 梅金光大使说 刻入西山任笔烈 自家风光有谁震 还是单提震令 只是那个见 唐朝的时候 有的人觉得觉悟了 到一个地方参学 那个寺庙的方丈就问他一句 他说你到过浙江吗 他就哑口无言了 实际上他讲的你到过浙江 那是境界 你那个都是口头禅 你跟我讲这个 你境界有没有啊 你说人无我 人无我是有境界的 人这个我的边际 你现在哪个是你的边际 你皮肤是你的边际 还是筋骨是你的边际 啥是你的边际 不是的 是我值 虚妄的我值 构成了我的边际 当无我的时候 我的边际 他会粉碎的 我的边际粉碎了 就不是这样子的了 哎 这一切的内外 我和我所 这都是我值 我值的 业力的外险 这是个轮回 这是夜报生的 震报和衣报 我 真正无我 他会有境界的 我的边际 会粉碎的 所以苏东坡最后 他要离开这人间的时候 讲了一首 鲁山烟雨浙江潮 为之千般恨不消 道德还来别无事 鲁山烟雨浙江潮 在佛教修行里来说 浙江 这两个字 浙江 是代表报生佛的 报生佛就是内在的 气满明点 到现在你说这千年过去了 有几个人懂这个呀 所以才告诉大家 人类文明的精华是大道 任何时代都有道 但不懂道的人 不是道的悲哀 是人的悲哀 对道来说不争不见 坦荡荡于世间 这世间此时此刻 都充满了大道 不识的人 就自己可怜 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出家人 你此生你专门的职业 就是修道的 仰慕于道 那多少幸福了 庐山焉雨之法生见地 浙江朝子报生修法 人是万物之灵 如果这一生你为人 不开悟也没有境界 为之千般恨不孝 任何也替代不了这个人 那得道有什么呢 道德还来别无事 尋老和尚的自传的第五集 这个一集里面就讲到 讲到他开悟了 他走了那么多的地方 后来到了跟几位法师 一起去九华山后山 吹风毛谱 研究那个《华严经》 第四年圆满 圆满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高明寺就去勤啊 因为他步行 从九华山走到长江边 然后沿着长江边再走走走 走到一个渡口 小渡船 别人收钱啊 你师父坐船有钱吗 要六文钱 我们出家人就不吃金钱 那这个沉船呢 这还是规矩 你这不给钱不能做 船就沉走掉了 那尋老和尚无奈继续往前走 正好是长江汛起 这个水很大 把江滴很多土的泡送掉了 有的是虚的 那我们尋老和尚就走的时候 踩到一块虚的就 翻身落降 一直飘了一天一夜 飘到安庆的采石机 这时候已经人等于是 就是气息就非常的弱了 已经这个人已经是 叫九孔流血 同餐道友马上回去给他抢救 醒过来 还恢复的还没有怎么他惦记的高明寺的死 就带着死里逃生之后 虚弱的身体感到了高明寺 我们佛教界对有道性的人是非常尊重的 得亲和尚来了 那方丈呢 还要请他执 但是他又不说这个落水的原因 身体呢特别虚弱 他就没有办法来担这个执 但是佛门的规矩呢 尤其高明寺的规矩 特别严格 如果方丈和尚请 你不答应的话 这就有一个罪过 叫慢重的罪 那怎么抵这个罪呢 那叫打了 那虚弱和尚他也不解释 那就打了 又一顿打 身体本来就特别虚弱 又打了之后就 完全的精气神的架子就散掉了 我对他的这一段实际上 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参悟这个 因为他过去生生世世的功德 因为他此生出家的功德 当他这个我执精气神正好衰落的时候 他实际上出家修行的功德显现出来了 为什么说要破我执啊破我执啊 我们一边要破我执 一边要利用我们的这个身体要修福报 用它忏悔业障 你罪消了 你的福报起来了 那你我执一破的时候 就像这个坛子一样 你哗跟这个坛子砸掉的时候 里面豆芽都发出来了 那你就是豆芽菜了 反过来说你这个豆子里面 你也没有去扎制 你也没有去垃圾 你就是个叶种而已 这叶种到时候不单单没有生命力 不会发芽甚至烂 然后你说哎呀我去我吃 咔 弹着砸了 最后一批只不过一些烂斗的 所以我们佛教里修行它也是看的 一个徒弟成岛呢 什么时候这个我执的棍子可以彻底的砸掉 让它里面的功德展现出来 你不能砸走了砸走了也没用 还要指望这个臭皮囊还得积累功德呢 所以徐老和尚他是因为有这些前提 所以当他的这个精气神都极度的衰落 神不能设气气不能设金 但是他的单体正念 将生死自制度外 当他忘我的时候 这个不被身体虚弱所吓到的时候 然后这个正念那就能够肿射过去的功德 然后这个肉身越弱的时候 他的功德身就越适圣 越彰显 就越显浅 他的这个神经系统就超越了他的我执 第六意识第七意识 然后第八的十田里面的功德就开始献出来 然后虚妄的东西开始尘埃落定 智慧体开始慢慢彰显出来 这个时候还加一个姻缘就是 采石基的这位师傅也到了 到了之后一看 徐老和尚在禅堂里面 虽然那么虚弱 但是还在静静的扳道 他就太赞叹了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 德青和尚在采石基 江里面我把他救上来 他身体特别虚弱 在江里面成了一日一夜 这一讲大家长住才知道 那么打他打冤枉了 大众整个一个道场就对他有景仰的 赞叹他 然后呢又不打扰他 他就全然的身口意 身心全部在这个禅堂里用上功 就一点点打扰也没有 然后全部的僧团又对他的加持 这时候的出圣的所有因缘都具足了 所以他的自述的嘛 所讲的他说用功已经落堂了 昼夜一呼 渐渐的忽然之间一件钱就是大光明就是灌的一样 然后他的松果体就苏醒了 这个时候十方圆明 看出去谁在上厕所 谁在江上撑船 谁在地里种地 他全部了然动然于心 他的肉体的遮障也没有了 神经系统的遮障也没有了 他的第六意识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的这些束缚的东西都已经不存在了 般若的这种光明开始现前了 这个时候已经超越时空 没有障碍了 宗宗人哪怕境界在那个还是提着正面 继续用功 在下午喝茶的时候 哪怕做着这个很熟的动作 他的心他不在这个上面 他还是在自己的正面上 他这样的时候 那个倒水的人呢也是 又是一个因缘 水倒在他手上去 那个开水一倒在手上 那个他就是下意识的 杯子就摔在地上 这一摔碎 这不仅仅是杯子碎掉 我执的边际被彻底打破 我执一破的时候 就是前面已经现前的 剥弱体性剥弱空性的这个 诸佛的身体就完全为他的身体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虚空大地连成一片 虚空粉碎大地平成 从此之后 这六道轮回的这个我 凝结的这个虚妄的我的边际被打破了 所以烦恼当下就彻底的没有了 正德无漏 从深的业力 口的业力 义的业力 一切烦恼的气都归入波友空性的智慧状态 所以化烦恼为菩提 大光明显现 你知道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啥 忽然就想到了他多少年前 他三步一拜 拜到黄河边 生一场大病的时候 文殊菩萨来救他 给他熬药啊 服侍他啊 等他身体调理好的时候 叫文殊的这个人 拿着一杯水 他说这是什么 哑口 他没有办法回答出来 说这个是禅堂里开悟的 这一刻他就到了那一点 文殊菩萨问他这是什么 我现在如果他再问我的话 我就摔碎他的杯子 我再不被他这个俗汉给我那个奶 你看这个时候 文殊菩萨在他面前都叫俗汉啊 你说一个生命觉醒 多幸福啊 这是幸福你知道吧 那不是欺瞒文殊菩萨 这是赞美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曾经来接引我 我这个俗汉不认识啊 你把这杯水换出什么 凡人只知道是水啊 在智者面前是什么 是全然的法界啊 当他觉醒的时候 实际上最感恩的 他知道文殊菩萨接引他 曾经给予他 他知道我出家追随佛陀 一切都不冤枉 他就说我出家这么多年来 这么颠颠倒倒 到处受那么多的苦 虽然好像你就好像觉得他讲 在受这么多苦啊 好像走了那么多万路 实际上他是在赞美 我这条路没走错 我吃的千辛万苦没有错的 我今天有答案了 诸佛菩萨没有欺骗我们 这个烦恼的巢穴 我已经把它打破了 与诸佛同体的这个 我清正了 这也是一种叫豁然律 动物 每个人不一样 那你说徐老和尚 他出家他住三栋那么多年 他修那么多 他没有这个豁然律 他也有 他这个豁然律的比较小 他有时候会一下坐望一下 一下会得到一个清安的境界 或者某一个小灵性的一种触动 一种残月发起 他是会有的 那也叫豁然律 一下突破了一下 但是这个我执这个很厚啊 我肉体的这个很厚 我们的神经系统很厚 我的虚假的认知很厚重 刚撕裂一个口子回来 又弥合了 又恢复了 您就看那个壁虎一样的 那个尾巴随时能断 但它随时能长出来 我们也是这样的 我们学佛 你不得法义嘛 会得的 但是前得后又忘了的 世间的凡人啊 乃至世间的四禅八定啊 都会有突破边际的时刻 只不过突破的它不究竟 四禅八定里面 四禅天 初禅二禅三禅 它就是你突破了这个边际 那还有另外一个边际 你突破了那个边际 外面还有一层边际 禅中的真正的 它的童底脱落的 有的也是印在小乘的国位 但是它如果它过去就是大乘菩萨的时候 当最深的突破了我值 它突破了这个我和这个时代的这个业力的时候 它也能够显发大劝的见地 如果我们的资粮足够厚 那你有了这种智慧之后 百千三昧都会可以用 我们现在就是争取先 现前一个三昧得一个镇定 我们来舞台上 天天一年文书菩萨 他人家是培养佛的高手呀 我在网络先军的时代 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离奇的巧合 第一百货公司建于1990年 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建筑 然而在上个世纪末 这栋建筑在一场大火中灰飞烟灭 化为乌有 起火的原因我们已经查明 是一楼的装潢工人施工不当所引起的 第一百货公司的废墟 闲置了十年后 又重新在那里建了新东方百货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 刚刚开幕不久的新东方百货 昨晚突然失火 突然失火 并从一楼一直延烧到顶楼 整栋建筑物复之一致 更令人惊讶的是 奇火点与当年引起第一百货火灾的 几乎完全一致 大家对这两起大火议论纷 但谁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直到有一天 一位曾经在第一百货工作过的张先生 讲述了一件少有人知的事 这才让众人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你好 我是东南日报的记者 你对这场大火有什么看法 我想应该是巧合吧 两家百货公司起火的时间相隔了十几年 起火点相同 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我可不认为这是巧合 你们难道没听说过 过去第一百货起火前的一段时间 就有预兆了 是吗 有什么预兆 我也是听我朋友说的 我那个朋友以前曾在第一百货工作过 他说火灾前的一段时间 公司就不太顺了 每次举办户外活动时 无论多好的天气都会立刻变天 不是狂风就是暴雨 从无力外 真的假的 你说的也太玄了吧 当然是真的 难道你没发现 新东方百货盖好后 也一直不太平顺吗 哦 好像真是如此哦 新东方刚完工没多久 就有位年轻女子 从楼上跳楼轻生了 原因不明 这事我们曾经报道过 对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不太平顺 这个地方有怨气啊 这都是报应 报应啊 当初就不该杀他的 不杀他 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啊 这位先生 难道你知道这栋大楼起火的原因 是啊 这里之所以不断出事 都是报应啊 你可以跟我说说看吗 那是1998年的事情了 那时候我就在第一百货上班 嘿 小张 你拿着这么多工具做什么啊 今天我要和刘组长去维修地下的管路 哦 那快点啊 我们几个下班后等你一起喝酒呢 好啊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很快就好了 好啊 然而 我和刘组长去检查地下管路时 突然听到一阵阵怪声 寻声望去 我俩看到了管道中 有一条数米长的奇怪大蛇 它太大了 而且头上还有个蛇关 好了 这段管路没问题了 组长 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这里湿大大的让人不太舒服 嗯 没问题了 我们回去吧 诶 什么声音 组长 这里不会有什么怪物吧 哈哈哈哈 小张 你的胆子也太小了吧 我看是老鼠发出的声音 你用手电筒照一照 哎呀 我的妈呀 这 这是什么怪物 组长 快 快跑啊 当时我被吓坏了 轻易地跑了出来 哎呦 小张 你慌慌张张的跑什么呀 小张 这么快就检查完了 哈哈 不会是怕我们不等你喝酒吧 别开玩笑了 我刚才在地下管道里看到了一条蛇 一条大蛇 它还长着蛇关呢 小张 你还没喝酒 怎么就开始说醉话了 蛇怎么可能有蛇关呢 我看你是眼花了 我没喝醉 也没眼花 我说的是真的 我和刘组长都看到了 不信你们下去看看 怎么样 我们去看看吧 好啊 如果下面真有条大蛇 我们就抓它当今晚的下酒菜 好久没吃蛇肉羹了 还真有点想念呢 你们不会真的要下去吧 当然啦 等我们抓到了它 晚上请你喝蛇汤 那条蛇真的很大只的 嗨 没关系 我们多找几个人一起去抓它 后来那两个宝拳 又找来了两个身体强壮的帮手 他们一起去地下管道里抓蛇 具体的细节我不清楚 只知道他们四个把那条大蛇 抓住后当了下酒菜 小张 你听说了吗 我们这里的四个宝拳 将地下管道里的那条大蛇 抓住了 啊 他们真的去抓那条大蛇了 是啊 唉 我常听老人家说 无故大蛇杀龟是要遭报应的 组长 你说的是真的吗 嗯 嗯 小张 哎呀 刘组长也在啊 我们已经把那条大蛇打死了 今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喝酒吃蛇肉吧 什么 你们要吃掉那条蛇 是啊 那条蛇那么大 够我们饱餐一顿了 你们将那条蛇打死 已经是很不对了 怎么还要吃掉它 这实在太残忍了 刘组长何时变得这么心善啊 你不去就算了 小张 晚上你可要来哦 啊 谢了 我也不会去吃那条蛇的 死后不久 一百货便复制一具 而那四位宝拳先后离奇死亡 无一幸存 我相信 那条大蛇的怨气一直聚集在这里 它无缘无故被人类打杀 所以它怨恨人类 因此直至今日 悲剧依旧重复发生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是啊 有时候人类对待动物实在是太残忍了 所以才遭受了那么多的报应 是啊 记者小姐 这件事情你应该报道出来 呼吁一下大众 希望大家不要轻易伤害生灵 要尊重生命 众生是平等的 是啊 也希望你的文章 能够安慰那条不幸被杀的蛇 希望它能早日安息 生命电视 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又从山上抓蛇回来了吗 是啊 你看看这里可以卖多少钱 哇 这么多蛇呀 哇 宋先生 你真的很厉害呀 那是当然的呀 宋先生捕蛇的本领可是家喻户晓的 宋先生 今天总共八条蛇 这里是今天的钱 宋先生捕蛇卖蛇赚了不少钱 因此他的生活过得非常富裕 村里的年轻人感到非常羡慕 于是便决定拜他为师 学习捕蛇的技巧 你看宋先生 赚钱多轻松 上山抓几条蛇 就能卖那么多钱 你要是觉得容易 你也可以去山上抓蛇来卖呀 就怕到时候你没抓到蛇 却被蛇抓走了 喂喂 你不要以为抓蛇很简单 其实抓蛇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如果任何人随随便便就能抓到蛇 那我们也不会花那么高的价钱收购了 嗯 就是说嘛 你要是有宋先生那样的本了 就上山去抓 要不然还是老老实实的种田吧 宋先生又不是天生就会抓蛇 他能学的会 我应该也没问题的 是啊 你们可以去跟宋先生学捕蛇呀 等你们学会了 也可以上山抓蛇来卖了 嗯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可是宋先生会将抓蛇的技巧 传授给我们吗 怎么不会 宋先生无儿无女 孤家寡人 只要你们很真心诚意的跟他学 他一定会教你们的 两位年轻人带了一些礼物 到宋先生家拜他为师 宋先生收了这两个年轻人做徒弟后 将他抓蛇的技巧请囊相授 半年后 宋先生的徒弟们 学会了一些抓蛇的技巧 于是他们也会将抓来的蛇 卖给商店来赚取金钱 看来你出师喽 这阵子抓的蛇越来越多了 多亏了你当初提议 让我们拜宋先生为师 要不然 我还真没想到这条赚钱的门路呢 你们两个人 现在或多或少 都能抓到一些蛇了 不过 还是没有宋先生抓得多 要不然 他怎么能当师父呢 我们能抓到这么多蛇 已经很不容易了 蛇真的不是想象中那么好抓呀 你还是得多跟着宋先生学习啊 是啊 等我技巧成熟 捕蛇发财的时候 一定请你吃好吃的 哈哈 好的 我等那天的 原来捕蛇竟然能赚那么多钱呢 当然了 小伙子 你想不想和村里的宋先生学捕蛇呢 你看 刚才那位年轻人才学了半年 就能独自抓蛇赚钱了 妈 你听到了吗 捕蛇可以赚很多钱哦 我可不可以去和宋先生学捕蛇呢 不行 儿子 你可不能去做那种行大恶的事情 啊 行大恶的事情 捕蛇怎么会是行大恶呢 一切生物的命都是不可以杀的 杀了就是行恶 尤其不能伤害龟蛇的性命 若是无缘无故的杀死了他们 那就是行大恶 必定会遭到残酷的报应的 妈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啊 是啊 那都是学佛的人说来吓人的 如果杀蛇真的会遭到报应 那宋先生常念杀蛇 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那只是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 果报必然会降临到他身上 你要记住 以后再也不许提薛抓蛇的事了 呃 好吧 这一天 宋先生又带着两位徒弟到山上捕蛇 走没多远 他就抓到了一条眼镜蛇 他很高兴 便用手抓住舌头 让蛇绕着他的手背 然后对徒弟们讲解蛇的构杂 竟然是条眼镜蛇 这种蛇可是非常值钱啊 哎呀 师傅 这种蛇的毒性很强 您可要小心哪 独性强又怎样 只要我们了解他的构造和习性 还是一样能抓到的 师傅 您教我们如何捕捉眼镜蛇吧 是啊师傅 您教教我们吧 没问题 你们听好了 你们看 眼镜蛇的前端有勾牙 勾牙之后 往往有一致树梅细牙 当宋先生讲解时 不自觉的把蛇头朝向自己的脸 突然间 那蛇喷出了一口毒液 直直的射进了宋先生的眼睛 当时他痛得满地打滚 啊 好痛啊 眼睛 我的眼睛 啊 师傅 师傅 你怎么了 天哪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村里的人都说 宋先生是遭到了果报 双眼失明的宋先生再也不能捕蛇了 于是便由徒弟们轮流照顾他 你是去帮你师傅送饭吗 是啊 自从师傅的眼睛瞎了以后 他再也不能护蛇了 他整天躲在家里不愿意出来 我看你师傅这是遭到了果报啊 你以后也别再做那种行恶的事情了 是啊 我父亲也是这样说的 以后我再也不敢上山捕蛇了 过没多久 宋先生杀蛇的果报 又再一次地降临到他的身上 他肛门出血 大小便失禁 裤子里全是屎和尿 整间房子都散发着恶臭 几天后 宋先生便痛苦地死去了 村里的人把他葬在他住的那个山坡上 在博物馆里收藏着一片美丽的翡翠菩提叶 它晶莹剔透 好漂亮的菩提叶啊 你们看上面还有清晰的叶脉 简直就像是真的一样 是啊 能雕刻出这么逼真的菩提叶 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这片翡翠菩提叶 并不是工匠雕刻出来的 啊 难道它是天然形成的 也不是 我说这片翡翠菩提叶的故事 给你们听吧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有一户贫苦的人家 他们一家靠种地为生 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啊 天气好热呀 天气好热呀 唉 为什么他不需要卖力的工作 就有那么多钱 而我们天天从早忙到晚 却连饭都吃不饱 儿子 这就是命运啊 没什么好抱怨的 啊 命运 难道命运就不能改变吗 当然可以了 刚才那个妇人 原本家里也很穷 可是有一次 她从北方捡回了一块石头 有人认出那是一块翡翠 花了很多钱向她购买 对 因此她才能一夜置腹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爸爸 那我也要去北方寻找翡翠 儿子 你可不能去啊 很多去找翡翠的人 不是空手而归 就是死在那里 我可不能让你去冒险啊 爸爸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一定要去找翡翠 如果找不到 我也不会回来见您 哦 就这样 墨翰踏上了去北方 寻找翡翠的道路 他翻山越岭 速溪而上 终于找到了一座盛产翡翠的山头 诶 前面好像在挖矿 大哥 你们在这里挖翡翠吗 是啊 在我们挖出来的矿石里 运气好的话会发现翡翠的 我终于找到可以挖翡翠的地方了 大哥 我可以在这里工作吗 那个人是这座山的主人 你去问问他吧 嗯 大哥 谢谢你 墨翰见到山主后 向他表明了来意 请您让我留下吧 好吧 小伙子 你就留下来帮我挖矿石 做得好的话 年底我会付给你一颗矿石作为工钱 矿石就是翡翠吗 小伙子 那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矿石被一层沙土包着 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如果你不愿意做 如果你不愿意做 那就离开这里吧 我愿意 我愿意做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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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顿 我愿意做了一顿 你都不愿意做了一顿 不愿意做啊 到了一颗矿石 矿石中含有翡翠的机会 也许只有万分之一 莫汉为了多一点 获得翡翠的机会 埋头苦干了16年 16年后 莫汉拥有了16颗矿石 他决定带着这16颗矿石回家 你今年准备回家了 是的 我在这里坐了16年 得到了16颗矿石 我相信这些矿石里 会有一块翡翠的 我想回家盖间房子 陪一陪我的父亲 好吧 不过你带着这么重的矿石 走远路 也太不方便了吧 不如我帮你把矿石敲打开来 是石头你就扔掉 是翡翠你就带走 好啊 于是山主将矿石 一一敲打开来 第一颗是石头 第二颗是石头 第三颗还是石头 一连十四颗全都是石头 你的手气太早了 最后这两颗矿石 算你卖给我好了 一颗石头的钱 够你路上的盘缠 还有一颗石头的钱 不够你回家 盖一间房子 老板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 我只卖一颗矿石 剩下的那一颗 我要带回家 让我的父亲看一看 好吧 于是 墨翰拿着这些钱 和紧剩的一颗矿石 踏上了返乡的路途 当墨翰路过一个市集时 有个小贩正在叫买蜥蜴 蜥蜴 大蜥蜴 便宜卖了 你看 它不会咬人 很温顺的 这只蜥蜴真丑啊 算了 我不想买的 小伙子 你要买蜥蜴吗 这种蜥蜴 应该生活在树林里 你为什么不放它 回树林 你买了 就能把它放回树林 也可以用它的肉熬汤 好 我买了 墨翰买下这只蜥蜴后 便将它带到树林放生 没想到这只蜥蜴 却不肯离去 总是陪伴在墨翰身边 并且和它 一起回到了家 太好了 终于到家了 我们到家了 到家了 当墨翰想拿出那颗矿石 给父亲瞧瞧时 却发现袋子里的矿石 竟然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我的儿子 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 爸爸 你快来看 我带了一颗 可能是翡翠的石头回来 啊 我的矿石呢 我的矿石怎么不见了 儿子 别找了 你能回来 这比给我翡翠还要好啊 爸爸 这些年让您担心了 由于常年的劳苦与跋涉 莫翰生病了 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你儿子的病非常严重 他的身体太虚弱了 那要怎么办啊 西汤醉补了 我看 不如你把这只蜥蜥杀了 熬汤 给你儿子补补元气吧 不 不要杀他 爸爸 你答应我 不要杀他 儿子 你放心 我 我不会杀他的 爸爸 请您一定要善待这只蜥蜥 如果他不肯走 等他死了以后 就埋在我的身边吧 嗯 几天后 他剖开 他剖开巨蜥的腹部 看到了一颗硕大的翡翠 啊 由于巨蜥味叶的腐蚀 矿石外层已完全剥落 露出了金银无瑕的翡翠 原来 这个翡翠菩提叶 还有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啊 这件宝物 见证了人与蜥蜴之间最真挚的情谊 我想这是他最宝贵的价值啊 人类为了贪恋美味而大胆鱼肉的时候 可曾想到 那口中的食物原本也是充满灵性的生命 可曾想过 他们与我们一样能感受痛苦惊慌和恐惧 人类可曾想过 他们与我们一样也懂得快乐幸福和美好 他们对生存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也和我们相同 他们更与我们一样懂得感恩图报 在一个小乡村里 一位妇人在家里养了许多只鸡 母鸡是用来下蛋 而公鸡则是等客人来时宰杀宴客的 快吃吧 要多吃一点 长大以后就可以下蛋了 你这个家伙总是爱抢东西吃 过几天就杀掉你来请客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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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是谁来了 哎呀 是张大哥来了 快 快进来坐 老公 张大哥今天要来我们家吃饭 你怎么没有事先告诉我 你看 我什么都没准备呢 不用准备 我知道张大哥最喜欢吃鸡肉了 我们家里有这么多只鸡 等一下挑只最大最肥的 来款待张大哥就可以了 那你赶快去杀吧 不用麻烦 随便吃吃就可以了 张大哥 你就在这里坐着喝茶 我去院子里把鸡杀了 炖锅鸡汤给你尝尝 老弟 还是不要杀鸡了吧 张大哥 不用客气 来我们家没什么东西可以招待你 但一锅鸡汤绝对没有问题的 不瞒两位 我现在已经不再吃鸡肉了 而且也不愿意看到他们被人杀害吃掉 啊 你现在已经不再吃鸡肉了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是啊 过去我真的非常喜欢吃鸡肉 一直到最近我遇到了那件事情 有一天傍晚 我在山上耕种结束 准备下山时 突然听见路边传来了一只公鸡 恐惧的叫声 诶 这里怎么会有鸡叫声呢 出于好奇 我便朝着鸡叫处走去 结果还没靠近 就看见一只大公鸡 惊恐地从草筒里蹿了出来 而一只狐狸在它后面紧紧追赶着 原来它是遭到了狐狸的攻击 嗯 原来是狐狸在刷 那只狐狸很快地便追上了大公鸡 它猛地一扑将公鸡暗躲在地 就在它张嘴要将公鸡咬死时 我赶过去用铸头将它吓跑 救下了那只大公鸡 四狐狸 看我的铸头 哼 还不快走 好了好了 没事了 别怕了 那只狐狸已经逃走了 你和我一起回家吧 当时我打算将这只大公鸡 带回家杀死吃掉 可是我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因此我决定等第二天再把它杀来吃 于是先将它养在家里 今天天色已晚 等明天我再把它杀来吃 就让它多活一晚上了 当天晚上 大公鸡就睡在屋里 到了第二天清晨 我突然被一阵鸡叫声吵醒 只见那只公鸡对着我 不停地拍打着翅膀提叫着 怎么回事 吵什么呀 我被那只公鸡吵醒后 便准备拿起放在床头桌子上的衣服 没想到 那只大公鸡却猛地飞了起来 朝我的手躲下去 好痛哦 你干嘛 那只大公鸡一直朝着床头桌上的衣服提叫 它似乎想要告诉我什么 那样的衣服有什么奇巧 我正好奇的要查看那衣服时 突然一条蛇从衣服里钻了出来 蛇 它刚才是在救我呀 自从我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就发誓再也不吃鸡肉了 张大哥 这件事如果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还真以为只是个故事 鸡竟然知道报恩 这也太奇怪了 是啊 这种事情怎么听都像是个故事一样 是啊 如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我也很难相信鸡会感恩图报 也正因为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才会对过去吃鸡杀生感到愧疚 并且发誓再也不吃鸡肉了 既然这样那就不杀鸡了 今天我们就吃一些素菜吧 对 吃素菜好 客人吃完饭后 晚上便住在这户人家的家中 张大哥 今晚你就睡这里吧 好的 你也忙了一天了 早点休息吧 没想到睡到半夜 客人突然听到院子里的鸡 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怎么回事 这些鸡怎么会在半夜乱叫 难道是遭到了黄鼠狼的袭击 哎呀 张大哥 鸡的叫声把你吵醒了吧 刚才院子里的鸡 怎么会叫得那么大声 是不是由黄鼠狼来投鸡啊 我们也以为是由黄鼠狼来投鸡 所以出来查看一下 可是却没有发现黄鼠狼 你听 他们现在不叫了 应该没发生什么事 张大哥 你快回去休息吧 嗯 你们也回去休息吧 可是当他们三个人 刚要踏进屋子时 院子里的鸡又大声地叫了起来 啊 他们三个人再次疑惑地回到院子里查看 怎么回事 今天晚上这些鸡是怎么了 难道这些鸡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张大哥 不会是因为今天晚上 我们没有杀他们 他们也要报恩吧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阵天摇地动 这户人家的房子 因为无法附和地震的晃动 屋顶整个塌了下来 天呐 如果我们这时候还待在房子里 那肯定会被活埋了 是啊 如果不是院子里的鸡不停地提叫 让我们起身查看 我们现在早就粉身碎骨了 是啊 今天是这些鸡救了我们呢 这些鸡真的知道感恩图报 太不可思议了 沪池中华印经协会 邮政华波 沪名中华印经协会 华波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沪池印证经书 佛书 经翻 结缘品 当我们去仿墓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真的会来迎接我们吗 那第一个问题我们请师父做答 首先我们刚刚说了 祖先死后 会有六种的可能嘛 三善道跟三恶道 他除非在三恶道里面做鬼 而且很执着在当地 所以来说我执着我的坟墓 我执着我的牌位 他才可能会留在那里 那你后代子孙去的时候 他就很开心 有人来拜我了 就是他要做鬼才可能在那里 他如果不做鬼 他就不会留在坟墓那里 或是牌位那里